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用 昨天有同学传给了一张图 这图一开始看很神奇 就说这个a平方是3 接下来分两段的时候四边形 a平加b平是4 那五边形的时候 这两段平方和是5 六边形是6 诶,真的很神奇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诶,鼓励你现在把影片暂停 去思考一下 再来看一下我后面的一些解释 当然在使用三角函数之前 我们先要 当然在使用三角函数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些图形的变换 首先这是一个用ggb做出来 这样m边形的图 现在如果是十边形的话呢 这边就有五段 这五段你可以把它往上平移 平移之后呢 我们把它这样子转弯 接下来呢,再把它移动 诶,其实呢 就变成什么 里面这个半径为二的正五边形 这个垂直高度 那我们再换个技术边 再来试看看 在技术边的时候 它就比较不对称一些 但是还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往上 接下来呢 再旋转 再往中间靠 诶,这样子呢 也是11边形的这几段的和 从这ggb我们也看出来 这题的解释关键 就是把边长为n的正面边形 转换为半径为n的正面边形 如果n今天是4的倍数 这讲解比较简单 你把这个直的跟这个配对 这个呢,躺平之后 我们会构出一个什么 斜边为2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另外这两组呢 也都可以配对 所以这样子就有三组 斜边为2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于是平方和 就会是3乘4 就是12 那如果不是倍式整除 这配对关系就没有 这时候可能要动到三角函数 赛的连加来求结 最后鼓励大家 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用ggb做出这样的效果呢